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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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曹立宗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 这段时间我给大家讲一个系列 切望主的显现 就是切切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显现 那是在讲到主的再来 可是神也在教会的时代 就开始向我们显现 祂不是让那种普世都看见的显现 而是在信的人里面的显现 好预备祂的再来 有一处先知书的话 讲到这件事讲得很有意思 在旧约圣经的哈巴古书 哈巴古书第三章 这里有一节经文 是常常被用来讲到复兴的 哈巴古书第三章的第二节说 耶和华 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耶和华 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这是常常被用来讲到复兴的一个祷告 可是先知讲完这个话以后 接下来讲的话其实很重要 好像那是一个神的回应 当先知祷告说 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把你自己显明出来的时候 神怎么样回应呢 接下去哈巴古书三章三节这样讲 他说神从提曼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临到 他的荣光遮蔽诸天 宋战充满大地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他站里凉了大地 观看赶山万民 永久的山崩裂 长存的岭塌陷 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 这很有意思的是 当先知祷告祈求说 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把自己显明出来 神给他回应的时候 神并没有开始提到 就很荣耀的作为 很多人归向基督教会和兴旺 并不是这样的 神反而是提到 一些看起来是灾难的事情 瘟疫 地震 战争等等这些事 似乎在圣经里面 有的时候给我们看见 当神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的时候 他显现的时候 有的时候带来的是这些 为什么是这样呢 并不是说神想要把这些给人 好像他喜欢降灾祸 当然不是 圣经明确地说 他向我们存在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要赤平安的意念 那为什么当他显现的时候 会带来这些呢 因为这个世界一向都要在苦难当中 他们才会注意到神 人的心常常是这样 借着苦难 他们才会开始 对永恒的事有兴趣 对神有兴趣 神也才能够借着这个 做更多的工作 想到一个故事 在云南少数民族 立数族中间宣教的杨幂桂林 他寄述一个故事 他年轻的时候 参加一个灵修营 在那里 在小组里面带领他们的 是一个曾经到中国去的 年轻的女宣教士 为什么他没有在中国 而是在那边带领他们呢 因为他跟他的夫婿 刚结婚新婚的夫妇 去了中国宣教 有一天他的丈夫为了救一个溺水的人 把那个人救上来 结果自己反而被溺死 他当然非常地伤心 这个伤心的女孩回到美国 后来他被邀请 在这个营会里面 做一个辅导 一个小组的辅导 那一颗深深的受伤的心灵 带着一个对神很大的渴慕 每一天早上起来 他不跟别人嘻嘻哈哈的 他就是花一些时间 拿着他的圣经 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寻求神 就是像这样 那他每一天需要带着 那几个很活泼的女孩 在那个营会里面 有的时候他弄不下去 因为他才刚刚 撕上他的新婚的夫婿 所以他就哭着 去找大会的同工 说他搞不下去 可是那些大会的同工 都知道他对那群女孩子的影响力 所以他们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只答应为他祷告 鼓励他再回去 他就再回去 后来这是杨明贵里记载的 他当然是那一群女孩子中间的一位 他那个女宣教士 所带领的那一群女孩 后来每一个都好好的跟随主 其中有好几位 都成为在美国本地 或者到海外去宣教的传道人 所以神的福音神的果 一向都是在苦难的背景里面 传扬出去的 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 我们有很多更美好的东西 能够建造在我们的里面 或者说我们能够做出更好的事情来 常常都要有一点苦难的背景 我想如果我们明白这个 也同意这个 那么当我们解释启示录里面 有一些话的时候 就会更显而易见 上一次我们读到 启示录里面的第五章 第六章提到 做宝座的手中有一个书卷 被七个印封住 封研 不能够打开来 我相信那是代表 神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 人可以经验到神的救恩 可以经验到神的爱 神的喜乐 神的大能 不需要像现在 有的人以为他们在世上 就是像这样 很孤寂的活着 怎么样尽量的努力 可是有时候也无法胜过 会遇见的失败 挫折 疾病 许多的问题 不 我们不一样 我们可以 有不一样的生活 如果你晓得 有一位神 会介入 他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 可是在那里 那个书卷说是被封研了 没有办法揭开来 后来神的宝座旁边的 长老中有一位 就告诉使徒约翰说 可以的 现在已经成就了一件事 就是神的羔羊 就是耶稣基督 已经做成这一件事 他得胜了 所以他能够把那个印揭开来 能够把那个书卷展开来 也就是神的旨意 能够实行在地上 所以一个印 一个印的揭开来 我们上次提过 古代的书 书是用 也许羊皮纸 然后卷起来的 他第一段话 卷起来以后 就加上一个印 卷第二段 再加上一个印 七段话都是这样 一共有七个印 为了表达非常的慎重 一共有七个印封住 所以一个印揭开来 就展开一段话 第二个印揭开也是这样 所以到了第六章 就提到 这个一个印 一个印的揭开来 上一次我们已经提过 第一印提到一匹白马 还有坐在旗上的 是感觉就是带着荣耀 威严能力 拿着功 胜了又要胜 我们相信那是指着 基督成全的救赎 使神的果 能够大有能力的往前去 神的福音被传扬 就像在前面第五章 就提到 当长老告诉约翰 是犹大支派的狮子 是大卫的根 已经得胜 可以揭开那七印 展开那书卷的时候 约翰抬头看 他并没有看到狮子 却看到一只羔羊 那个在圣经里面用来讲 耶稣最主要的表号之一了 只有我们的主才能这样 同时就又像狮子 又像羔羊 有君王的尊贵 又像绵羊羔羊一样 那么柔和谦卑 他把许多关于力量 什么叫做荣耀 都重新定义了 就是这一位基督成全的 这一切事 然后就提到 他有那个羔羊 有七角七眼 角在古代的角 用来指责力量 七眼 也许用来指责 他的全知 什么都知道 无所不知的神 可是约翰祭述说 那是神的七领 不是说神有七个圣灵 七在几事录里面 常常用来代表 一个完整的数字 一个丰满的数字 我想的意思就是说 圣灵很丰满的 丰盛的做工 这里提到神的七领 祂是奉差遣 往普天下去的 我想那个意思就是 要成全 基督所成全的工作 做宝座的神 手中拿了书卷 祭述的是神要做的工作 然后这一件事 由基督来成全的 使这些旨意 能够成全在地上 当基督成全这个 神的旨意 神的救赎的时候 就借着神的灵 把这一个成就的福音 能够实行在人的身上 所以这是我们 在教委里面 常常讲到的一个术语 叫做三位一体的神 有的人不太明白这个 可是我想我们也不在这里 多做这一方面的说明 但是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 只有一位神 可是他有这样三个位格 所以我想这个第一印 是在讲到圣灵 在全地所做的 这个荣耀大能的工作 可是从第二印开始 几乎都在讲各样的灾难 似乎有战争 有经济上的问题 有饥荒 有瘟疫等等这些事 我想如果我们同意 人能够关心神的事 人会关心永恒的事 神的旨意能够成全 常常是要有灾难 人才会苏醒过来 那么我们就能了解 在这里讲的七印 并不是魔鬼工作 是神的工作 当然是神的工作 因为是神的旨意 那个宝座手中的 做宝座的那一位 手中的书卷 揭开来以后 成全的事情 那当然是神的工作 如果你能够开始明白 遇见各样的苦难 挫折 不顺利的事 无论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的家庭 在社会上 在国家里面 你优先想到 背后有神在掌权 我觉得我们的整个的生命 生活的样式 我们的观念 都会很不一样 当然我们都会因为那些苦难 一些挫折 一些不容易的事 我们会不舒服 我们会觉得痛苦 伤心等等 可是我们会有一个盼望 我们知道 至终 背后有一个伟大的手在那里 经营这一切 有一天会把这些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想 这个七印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当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 好像 神 拉起弓 射出了伟大的一箭 从此 整个时代被划分了 人类开始有一个无穷的盼望 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人类可以胜过死亡 人可以有永生的盼望 你看彼得那一天 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浇灌下来 他起来讲道 就带来多么大的能力 许多的人的生命就改变了 好像在人心中的捆绑就松脱了 可是神 在施行这个救恩 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 并没有让他好像通行无足的 就没有什么阻碍 就很快成全一切 并没有 因为紧接着揭开的印 都是一些苦难 那是神的一个 好像一个经营 这个世界的一个道路 一个方式 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俄罗斯的作家 写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 他这样讲 他说 这个世界得以进步 常常是借着那些受苦的人 来垫下基础的 这个世界 所以得以进步 常常是借着那些受苦的人 来垫基的 而这个世界 要走向的 正是神所定规的结局 神的旨意 那我们已经提过 这几个印的一些苦难 在整个教会历史上 在两千年来 从第一个圣诞节 耶稣降生到今天 其实一直在发生 如果你光看近代 二十世纪以来 就会发现 好像更剧烈的发生 无论有战争 二十世纪发生过 好几次金融的风暴 经济萧条 这些的危机 二十世纪地震 非常的多 各处饥荒 仍然经常有 许多地方有饥荒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一个新的瘟疫 有时候是很可怕 人类无法治疗他的瘟疫 疾病再一次的流行 另外我想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 可能有更多的人 为了信仰受迫害 这是第五印所说的 第六印讲到 星辰日月的变化 我自己相信 不是指着 我们真的抬头看到的 日月星辰 而是指着 像旧约圣经 有的先知书提到 是指着那些 有权位的人 也许是世界上的领袖 一个政权 或者是指着 教会里面的领袖 而在教会历史上 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 其实经常都有一些时代 这些领袖的更替 变得很频繁 那都代表了 整个的局势的不稳定 我们的时代其实也 常常有像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 这几个印 可是关于这个 第六印的变化 这里提到 也许我可以来读 在启示录第六章 十二节说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雪 天上的星辰 坠落余地 光这一句话 我觉得就应该 不是指着整个这个 这不是 那指着彗星 或者是小行星 撞地球 因为我们天上的星辰 看得见的 常常不是这样 那些其实 许多都是跟太阳一样 大的星星 不会坠落余地 所以我比较相信 这不是在指着 大自然的现象 而是另有所指 他说 如果这次指着 一些国家政权 领袖 政治领袖 这些的变化 甚至宗教领袖 有些更替变化 我觉得神讲这些话 告诉我们 那是必然会有的 但是在启示录里面 你会看见 神在表达一件事 就是尽管 你看可见的世界 有这许多的变换 有许多的风华的起落 可是神 背后的神 很稳定的 在使一些东西 一直在往前进展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 我想我们就不会把 所有的赞助力都放在 可能你从媒体上看见的 你亲自看见的 这世界 社会 国家 政治 许多的方面 许多的变化 你不会太在意那个 你不会完全被那些 卷进去 你知道 这些有一天 都是要过去的 可是 神就在这些当中 正在建造祂的国度 那是永远长存的 在但一里书里面 但一里看见的意象 提到当时的 将要陆续来到的几个帝国 从巴比伦 然后是波斯玛带帝国 再来是希腊帝国 还有罗马帝国 一个一个要 兴起来 再陨落 换另外一个兴起来 他提到这个的时候 但一里书里面 有一句神给他的预言的话 他说 当那猎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 必另立一国 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 那一切的果 这果必存到永远 那是但一里书第二章 里面讲的话 但一里书讲这个话的时候 是在提到 那几个陆续来到的君王 特别讲到 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好像有一块石头 要砸在那个 代表罗马帝国的 一个具象的脚上面 然后把那个具象打得粉碎 所以神预先讲了 借着但一里 在事情成就之前 四五百年前 就讲这一件事 要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神将要开始建立他的国度 那就是基督要建立的国度 基督降生的时候 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在但一里书里面 有的时候把这些帝国 这些政权 这些政治的领袖 称为兽 野兽的兽 我想那是指的 有时候在政治 在社会上 有一些很失序的现象 混乱 糟糕的光景 可是即使在那样的光景里面 你知道 神是怎么说的 神说 就是在那些当中 神要建立他的国度 而 启示录我们如果跳过去 我们正在看着 第五章 第六章 跳到第十七章 那里有一段话这样讲 十七节 在那里也是提到兽 就是引用了 但一里书的话 提到世界上的政权 好像野兽一样 可是就在那些 看起来混乱的局面当中 启示录十七章 十七节说 神使诸王 同心合意的 遵行祂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给那受 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 所以就在那里 神也说 就是那些 也许有一个政权 兴起来的猖狂 或者是 让人家讨厌 或者带来很多的灾害 仍然在神的管制底下 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个 也就是说 就是世界上充满了 天灾人祸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因为这样 就很惊慌 觉得人类的命运 似乎很绝望 我们不需要这样 因为神正在做 那样子的工作 然后神在这里 我觉得祂用了一个双关语 神蛮喜欢用双关语的 在这里我们不是提到 那个书卷 一个印一个印的 被揭开来 被展开来 神的旨意得以成全在地上 就在这样 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紧接着第七章 记载了 有一些人要被 要受神的印记 接受神的印记 这是启示录第七章讲的话 这很有趣 因为明明有七个印 那个书卷有七个部分 可是第六章 讲完六个印 并没有继续讲下去 却插进了这一段 有一些人要受印的 这一段话 然后到了第八章 才提到揭开第七印 那我相信这个不是指的说 这个七印叫第一印印印印 他所指的意思印印了以后 才有第二印第三印 好像按着时间的次序在印印 我相信不是这样 在讲到整体的事 神 施行他的旨意在地上的时候 都会有这些事 所以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 插进了这个第七章的话 我相信那不是指的说 第六印完了 要发生这些事 然后才有第七印 因为在第七章 插进去的这一段话 我相信是教会 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有一些人 就在这些灾难这些当中 神的福音在传扬的时候 有一些人接受了福音 圣经提到 当一个人接受福音 成为基督徒得救的时候 他们是受了圣灵的印记 我相信在这里 就是指的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神用了一个双关语 也就是在这些书卷展开的时候 要一个印一个印的是揭开来 可是同一个时候 神又在用他的印记 在封住一些人 印记是一个封起来 你如果有一间房子要法拍 他可能就会封一个印 人不可以随便进去 如果有一个东西 弄了封条 表示你不可以随便打开它来 而为什么把一个得救的人 说成是受了神这个印记呢 我相信那个意思是 神要把我们 好像用他的同在 他的圣灵 给我们一个封印 好叫我们 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这世界带来那些纷扰 那许许多多的痛苦 无法碰触我们 你尽管可以跟世界其他的人 活在一样的环境里面 看起来灾难大家都在经历 可是有一些人就在其中 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们不是在那边抱怨 或觉得很痛苦 他们是在里面仍然充满了喜乐 仍然会照顾到别人 充满了爱心 里面平静安息 活出神的样式来 那是因为神给他们 这样一个印记 我们都可以来受这样的印记 那是很真实的事 那是圣灵做的工作 当一个人来投靠耶稣 信靠他的时候 圣灵就会做工在我们的里面 那是说不上来的 我18岁那一年经历这样的事 不是什么道理 不是因为你学了一个什么 然后你现在就知道一个知识 不是像这样的 我说不上来是怎么发生的 但是真实发生了 当我把心敞开来的时候 耶稣进到我的里面来 而且对我来讲 那变成很真实的事 好像我里面有一个宝贝 无论别人怎么说 好像我手放到口袋里面 人怎么轻看我们都没有关系 我放在口袋里面 有点像这样 带一个神秘的笑容 对自己说 他们不知道我拥有什么 而且这里面 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显现 变得那么真实 我常常跟现在的年轻人说 我们可以在里面跟主 搞老半天 不会觉得无聊 我常常觉得 在我们的里面 与主同在 那个有意思的是 剩余玩你的手机 是真的 这确实是这样 那就是像圣经说的 神用祂的印记把我们封赏 印记包括的爱 包括祂的喜乐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四十几年了 我从来不知道 有另外一个力量 比它更大 能够保守我们的心 凝聚在那些美好 永恒喜乐 爱的那种光景里面 那就是神的印记 祂把我们封颜的在里面 保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平将从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的心 踏平将从地道路 因为学会 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比处于耶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